一例一休上路半年即将进入警察期 也就是进行劳检 实施半年来 劳工的休假跟加班情况真的有所改善吗 行政院主计总处也统计了 今年1月到4月 美元每月平均的加班费为1693元 并且去年同期增加了9.01% 而主计总处认为 加班费增加应该是一例一休的正面效应 另外人类银行也统计了 劳资双方对于一例一休新剧的看法 满意度也都有攀升的趋势 一例一休走过宣传期和辅导期 7月准备进入检查期 但实施这半年 劳工的感觉又是如何呢 没什么特别的改变 没有改善反而更不好 本身能加班时间变少了 所以薪水变少 津贴方面老板可能他们比较需要 遵守这一部分的规定 那以往他们可能遇到该休的时候 老板可能就会回避 街头调查民众有包也有贬 根据人力银行统计 劳工朋友对于盈利一休新智 觉得满意的占了46.1% 不满意的比例虽然还是超过了半数 不过相较于前一季的67.4% 已经大幅降低了一成三 另外则有七成二的上班族认为 需要修法 而以企业的角度来看 不满意的则达到了72.3% 但也已经低于前一季的77.1% 大家也预期说这个七月份如果真的进入检查期 整个这个法规更严谨情况下 应该自己的权益能获得这个更多的一个保障 至于在劳方的一个部分 确实我想经过半年以来 不管是所谓的这个宣导或是辅导 我觉得其实看起来企业都已经逐渐 能够把整个人事系统做改进 劳资不满意度双双都降低 相对满意度也提升 不过调查也发现在一粒一休之后 56.4%的企业认为 比起去年同期上半年人事总成本增加了 仅有6.4%认为有减少 但七月就要开始劳减 劳工最担心的薪资及工时部分也有改善 加班费增多工时减少 或许能显示一粒一休 在薪水方面初步有正面的效果 但回归问题的原点 如何改善劳资环境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欢迎收看宋杰陈宜荣 泰北报道